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最新消息 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为大家播报一条突发新闻 这条新闻来自路透社 一位白宫官员告诉路透社 美国副总统彭斯计划下周四 也就是十月二十四号发布关于中国的第二次重要政策演讲 彭斯将在华盛顿的康拉德酒店发表这次讲话 这次讲话大约是在他在哈德逊研究所智能团讲话中严厉批评北京之后 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位官员表示彭斯总统的讲话将回顾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 并且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路透社上个月报道称 原定于六月举行的彭斯关于中国的一次重要讲话 预计将对北京采取鹰派立场 但是那次讲话因为涉及到天安门事件的敏感性 已于今年晚些时候重新安排 而彭斯这次演讲的时候正值川普总统会面中国谈判代表 对于北京达成协议的第一阶段进行了模糊的概述 但是终止了关税上调的威胁 似乎暗示着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解冻 但是就在同一周 华盛顿又将中国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 还有其他数十个中国实体列入了黑名单 以惩罚他们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 从而加剧了北京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信号和声音 但是许多中国观察家认为 彭斯对于中国起着坏警察的作用 以便川普自己可以改变语气 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 彭斯在去年的演讲中严厉指责了中国的各方面行径 而上个月彭斯取消了与所罗门群岛领导人会晤的计划 因为太平洋岛国与台湾断绝了关系 而这一方案对中国有利 在看到路透社的消息之后 我们也前往了威尔逊中心的网站 确认了这次演讲的时间 的确这次演讲将在下周四 也就是十月二十四日举行 具体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午 到时候我们华尔街电视节目也会为您做第一时间的报道和跟踪 说完了彭斯的演讲 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中国间谍问题 来看到的是司法部今天十月十八日一份最新的公告 公告写到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判处三十九岁的中国公民李涛 接近四十个月 随后是有期徒刑三年 李先生此前曾经犯有共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向中国出口未经巡可的军用还有航天级寄述罪名 在二零一六年的十二月至二零一八年的一月之间 李先生与中国的其他人合伙购买了辐射增强型功率放大器 还有监控电路 并将他们从美国非法出口到中国 他所寻求的电子组件能够承受大量的辐射和极热 因此主要用于军事和太空应用 由于对李先生寻求电子组件和技术能力 以及该组件可以为外国军事和太空计划做出重大贡献 因此这两组组件都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出口许可证 才能够被送出美国 尽管有许可要求 但是美国商务部有一项拒绝将此类电子元件出口到中国的政策 但是在二零一六年的十二月至二零一八年的一月之间 居住在中国的李先生使用了多个别名 与美国个人包括总部位于美国的私人公司的代表联系 以尝试获取电子元器件 此外李先生和他的同谋者还同意支付风险费 以将电子元件非法出口到中国 为了满足他的要求 李先生将钱从中国的一个银行账户电汇到亚利桑那州的银行账户 这一位李先生是于二零一八年九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的 当时李试图从中国前往亚利桑那移民卧底的特工毁灭 一方面美国在加紧抓人 同样一方面中国也似乎在抓疑似间谍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 文章介绍说周五从熟悉双边关系的消息来源获悉 中国当局于九月拘留了北海道大学的一名日本籍教授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 这位四十多岁的教授在北京被拘留 当局称他违反了中国国内法律 并表明他可能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 其实自从二零一五年以来 已经至少有十三名日本公民 因为间谍活动等各种罪名在中国被拘留 他们都是平民 但是这是第一例涉及国立大学教授 也就是相当于公务员之称的最新案件 这位教授呢 以前曾在日本防务省国立国防研究所工作 特别是在二零一四年生效的反间谍法 还有二零一五年生效的国家安全法之后 还有其他的很多外国公民在中国被拘留 下面呢再来看到一条跟电影有关的消息 这条消息呢来自杂志The Variety 我们翻译叫做综艺杂志 我们知道昆廷塔伦蒂诺 是非常著名的一位电影导演 他的电影从前有个好莱坞 已经暂停了即将在中国的上映计划 这部电影原本定于十月二十五日 在中国的影院上映 此前该影片已经获得了中国审查员的批准 但是有一位放映商消息人士告诉综艺杂志 这部电影已经被暂时搁置 原因是李小龙的女儿已经向中国国家电影总局投诉 不满其已故父亲在荧幕上的呈现方式 李小龙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这部电影中包含一个场景 其中布拉德皮特的替身特技演员 向自大的荒唐可笑的李小龙发起挑战 并且轻易地将李小龙打倒在一边 消息人士表示 只要昆汀愿意削减有关镜头 那么这部电影就可以按照计划发布 而来自中国伯纳电影集团的消息人士证实 这部电影的确已经退出了发行计划 中国电影官员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但是这一消息现在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广为传播 对此决定感到愤怒的一位粉丝写道 不可思议将来我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 绝对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知道昆汀的电影《绝杀令》于二零一二年在中国发布 但是在发布的第一天就停止了发行 显然是由于官方对其图像暴力程度的重新考虑 而这部电影经过了严格的编辑 并在一个月后重新发行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原版的盗版已经在中国广为流行开来 而伯纳电影集团与索尼影业签订了有限数量的电影合同 这使得该公司在中国享有从前有个好莱坞的发行权 在电影的开幕片中 伯纳高管被列为执行制片人 但是因为这部电影没有在中国拍摄 并且也没有大量的中国演员阵容 所以它并没有完全的联合制作协议 这意味着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肯定是以固定费用 而非收入分成的方式被带入到中国的 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一条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新闻 这条文章来自财新 文章的题目是三季度GDP同比增速跌至百分之六 四季度政策会放松吗 文章介绍说九月中国经济在线季末上冲 推动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 并未划出百分之六的区间目标下线 未来这一增速能够继续维持吗 政策又将如何调整呢 与前两个季度类似 九月的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出现了季末上冲 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延续这样一个趋势 仍然小幅回落而九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八 比八月加快了一点四个百分点 有民生银行宏观研报表示 九月传统施工旺季叠加假计自然天气影响减弱 加至去年同期指数偏低 推动了九月工业增加值显著改善 而在消费方面 九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七点八 比上个月提高了零点三个百分点 而中金固收团队表示汽车九月销售降速小幅放缓 叠加地产销售带动相关消费小幅回升 支撑了九月社令同比小幅提升 而一至九月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四 比一月到八月回落了零点一个百分点 略低于市场预期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回落 基建投资增速小幅回升 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此前房地产企业融资持续收紧 并未会其投资产生太大影响 这是因为此前房地产新开工较多 但建设活动较慢 在竣工压力下施工加快 支撑了房地产投资 而对第四季度的经济形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胜勇表示 从最近的一些指标可以看到新的变化迹象 比如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有所加快 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近两个月均回升 而九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但环比上涨 对生产销售影响较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 近两个月降幅也呈现了收窄态势 再加上去年四季度基数相对较低 今年四季度经济保持平稳趋势是有所保证的 而市场普遍预测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有回落压力 消费小幅回暖 出口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外需疲软等影响 很难有显著回升 而中信证券固定收益团队测算称 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为百分之六点二 二零一九年四季度GDP增速在百分之五点五以上 即可实现全年GDP增速百分之六 而结合当前政策的力度方向以及去年四季度低基数效应 预计四季度GDP增速小幅应该升至百分之六点一左右 而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婷也预计 十月经济或将短暂稳定 此后增速将放缓 四季度二零一九年全年GDP增速将分别放缓至百分之五点八 还有百分之六点一 而民生银行宏观研报表示 四季度专项债有望提前发行 但是支撑力度将小于前三季度 而基建投资将缓慢回暖 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在融资支持政策下 保持稳定不致失速 加快推盘促销或对地产销售形成一定的支持 但是调控加压融资趋延将继续压制房企拿地与新开工的意愿和能力 地产投资仍将下行 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月十四日召开的部分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 要把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要围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等各项政策 灵活运用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工具 而华台证券宏观研报表示 稳增长是短期经济工作重点 积极财政政策和转向稳健略宽松的货币政策 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经济下行速率 而中信证券固定收益团队称 当前货币政策空间充足 利率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具有下调空间 考虑到全球经济可能面临较长时期的下行压力 国内货币政策不急于采取更大规模的放松 以维持常规工作的长期效力 明年一季度可能是GDP压力较大的时期 货币政策发力点也要是四季度的经济表现而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且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